新聞載我來看 在和美町的和北里有一家紅豆餅 料是很豐盛又好吃 一顆才賣5塊 真受到社會價值錢 老闆是一名七十幾歲的紅豆餅吳宏 他說賣紅豆餅的原因就是 在家裡的頭前開店 可以多少賺錢 還可以照顧九十幾歲的北母 和美町和北里的林町吳宏 等在準備紅豆餅的製造 他說數量完了 都是很多事了 用料真實在 所以紅豆餅吃起來是特別好吃 除了當地的機民會來高官以外 還有外地的民眾也要全港來賣 還好吃在味道有那很綿的感覺 而且紅豆那樣超好吃的 而且你如果晚一點來的話 一定買不到 會來過你會白跑一下 所以要買的話要趁早趕快來買 其實最受到民眾固定的 除了紅豆餅的料好實在 很好吃以外 五鳳村當初想賣紅豆餅 也是為了照顧家裡的北母 她的北母現在都已經九十幾歲 所以她就在家裡頭前賣紅豆餅 可以怎麼做行李 怎麼照顧北母 我看媽媽做會 你們大人家是黃鑫胸 我們在鑫胸做 不需要把你們帶走 有的在母親北部的腰 來告訴我我最有限63的 6月10月 老公的父母的老公的餅餅 用了很實在 一個只賣5塊 真受到消費價的歡迎 另外最可貴的就是 這個老公的餅餅不夠好吃 要還有貌貌的好心 杜中華新聞 綜合報道